2019年3月6日下午 美国圣祭司 惊雷在上空空凝乱响 汤泊大雨倾盼而下 圣祭司大殿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 净千人 他们熟捧哈达 恭敬虔诚的贵营 大圣成就者望扎上尊 望扎上尊是今后三段大圣者 以正不退地菩萨 曾在西藏闭关45年 今生一直在法界十足报身佛 坐下修学 成就圣量巨大 堪称全球佛教界 绝无仅有之大力王尊者 在大雄宝殿门口 摆放着一把巨大的金刚柱 重达一千斤 伊莲花生大师时代的古智法规 凡三段经后 为达大圣者之上尊 必须依其体重和年龄 提起相应重量的蓝电金刚柱 方可从柱上跨越进入大殿 以此检验其身体素质是否健康 是否达到超凡标准 依法规 望扎上尊的标准 应该提起一千斤重的蓝电金刚柱 才可步入大殿 叩拜佛陀 傍晚时分 望扎上尊出现在圣祭寺 步伐稳健 着地有声 似如金刚将坛 在踏入大殿前 高大如金刚的上尊 弯腰将千斤金刚柱 晃当一下 并未提起 但见他一提起 现金刚威猛之下 瞬间将千斤重的金刚柱提起 放下时 地狱大殿顿时震动 信众惊骇 无不欢喜赞叹 2016年 金刚宝座寺及闭关中心的主持 扎西卓马仁波切 回忆他拜见望扎上尊时 这样写道 望扎上尊大部分想葬语 但我被告知 他也会讲汉语的普通话 他的嗓音 是我记得 在仪式上所听到的 在近距离见到他 我发现他身高 超过六英尺 非常健康 因为我知道 他曾在西藏闭关45年 我曾经猜想 他至少有60岁 但从他的相貌猜想的话 他可能更年轻 他的侍者告诉我 上尊已经93岁了 他非常精神 而且看上去像一位年轻得多的人 和具有与那相符的年龄的能量和器语 望扎上尊是非常容易与其沟通的 也十分和蔼可亲 说每一句话时 都带着微笑 时间过得非常快 我感到口干 而觉得要喝那杯茶 当我要拿起杯子时 杯子中得好像被胶粘在桌子上一样 我用了很大的力 还无法移动它 十分吃惊 杯子是我放在桌子上的 怎么我现在拿不起了 这时 望扎上尊见状 对我说 用力是没有用的 力量不能拿起它 你一定要用你的心去拿 当你的心不执着于任何事实 任何东西都会随你的心行动 然后 望扎上尊 让我再拿一次 非常奇怪 它好像没有重量一样 我很容易地拿起了它 而且 当我揭开茶杯的盖子时 盖子里有一个 好像是录像一样的动画 并清楚地看到了 我过去的一位师兄的图像 和我曾在日本的一刻 他非常清楚 但很快开始消失 我实在太惊奇了 并用眼睛盯着盖子看 过了一会 它完全消失了 上尊说 任何东西 都能当作一面镜子用 于是我突然理解到我的心 我的修行 为什么是那么重要 而不能被任何东西所代替 2017年1月15日 殷海长老元祭 元祭之后 法体神变 创造佛史 空前未有之圣祭 望扎上尊特地 书做了赞颂祭 殷海和尚功德要天地 九眼放光戒八破案关 大悲菩提赢者刘启明 成愿返回极乐上品莲 圣尊祭后肉身大神变 开创佛史元祭新圣章 早供深山洞观修 晚同正教亲佛陀 佛弟子 惭愧比丘 望扎公伯 合掌 2017年2月15日 望扎上尊正到了真正上超三十段的圣体制 金刚大力王 从人类有史以来 世界上至今无人打破他的记录 望扎上尊和另外的三个大力士 他们四个人 实际到世界各地 对应并打破了历史上世界大力士们创造的记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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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入此世 以种种形 随机形化 分度一切所谜众生 世界上被称为高僧大德或菩萨转世的活佛 法王 并不等于他们就是真正的圣者 真正的圣者必具圣体制 圣心制 不能超凡 如何入圣